说起龙鹰古镇 大家对它的第一印象是王宝掌拍摄基地 其实龙鹰古镇还是名副其实 完整在线民国时期小镇生活风貌的古镇 它的迷人之处也需我们慢慢探索 走进古镇令人感受到惬意与悠闲 时光如倾斜在片片的青瓦上的轮盘 一边旋转磨练成生活沉变的印记 一边缓慢地静静流淌 走在古镇的青石路上 周围是古朴的老街建筑 仿佛六十年前的时光复活在眼前 穿行其中宛若走在时光的街头 坐着府中盖碗茶 偷得福生半日咸 古镇的盖碗茶最有风味 在茶馆喝茶的习惯 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青瓦屋瞻更显古镇之美 穿梭于传统建筑之中 屋檐上的花瓣 青苔 树叶成为丝丝点缀 礼宅 王宅 龙影客栈 都是灰墙清瓦的川西市居民室住宅 三嫂子酒大碗 你可一定得品尝品尝 坐上攀陀备茶楼 看见三嫂子端上成的溜尖溜尖的土红色陶瓷碗 提香扑鼻 沁人脾胃 光是看着色 形 闻着香 都让人垂颜三尺 当你厌倦了城市的浮躁喧囂 不妨寻找一处清凉又充满野趣的世外桃源 看卷书自由的流云和郁郁葱葱的山林 或是换上各式古朴服装 穿梭在古镇间 你一定能在这座古镇里 找到属于你的时光 空镇的地方 我听到人家都看得不见 你还能不能在这座非 你也不尽 你我听到人家 你说你可以坐下来 我听到人家都看得不见 你不知理解 我看不见 你一座 你不知得不知 你assize 你 看不知 我 我